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anny 医师 为什么到夏天的时候 有些朋友都会说皮肤特别容易痕 因为痕和风有关 春天是对应风的 尤其是春夏交替的时候 风是特别厉害的 再加上夏天有两大元素 一个是湿, 一个是热 所以令到痕氧更加明显 因为在我们皇帝内经有个所谓叫肺气通天 肺对天气是很敏感的 因为中医角度肺主皮毛 所以肺有时容易在皮肤上有不同的问题 譬如痕氧 但皮肤痕的时候 可能忍不住都会拗牠 又会怕拗损 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止痕? 有两个穴位是透过驱风止痕的 第一个就是风持穴 就是我们的头后面 大概耳朵后面有两个粒位 你按下去有缘放松 有缘放松 做一分钟 第二个穴位 叫做风使穴 当你站在这里垂下手 中指指尖碰到那个位置 就是风使穴了 又是按下去有缘放松 有缘放松 做一分钟就可以了 在饮食方面 它们是否需要戒口 或者有什么食疗可以帮助呢? 我们可以透过健脾去帮 譬如说用淮山磁石绿豆二米这个汤水 很好 为什么健脾有帮助呢? 因为健脾可以去湿 第一 第二就是健脾 因为皮是气血化身之源 在诸医的角度 原来血虚就会伸风 风就会痕 所以透过健脾 能够令气血旺盛 变成可以驱风止痕 因为汤水 对改善皮肤痕氧很有帮助 除了以上所说的 大家还要注意个人卫生 改善皮肤痕的问题 回到健康关注组 继续和大家探讨 就是濕疹引起病发症 严重情况会致命? 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 包括有皮肤科专科 勾治心医生 和注册营养学家 林均言Queenie 我们继续探讨一下 就是濕疹 我看到我女儿濕疹 是 一起的时候 或者她一痕的时候 就很猛疹 猛疹就像恶性循环 其实濕疹患者 当然他们心理也有很大的压力 实际上对他们 无论是心理或身体 有什么影响或压力呢? 你说得很对 其实濕疹 对身心也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先说对身体的影响 刚才你提到 她们的症状很痕 其实她对很多时候 真的忍不住手 要不断拗 就算你叫她不要拗 其实忍不住手 很自然反应 很多时候这些破损的皮肤 增加一些感染的机会 一些细菌感染 尤其是 最常见的是 金黄葡萄球菌的感染 又或者一些链球菌的感染 如果菌比较凶 而身体又真的比较弱 又可能没有一些适当的医治 那些发炎可以很严重 可以蔓延 甚至乎可以入血 引致到败血症的情况 如果发展到那种情况 肌肉感染的程度 其实是可以引致一些生命危险 听说 除了这类型的痕症 还有什么病发症 如果不说这么重要的 一些轻微的感染 包括一些过滤性病毒感染 譬如一些抛诊病毒感染 又或者一些珍珠油感染 都可以发生 就是透过损了皮肤 就引致病毒或细菌进入了 没错 没错 那这样听说 其实那些病 可以严重起来 是否真的会致命 是 还有一个会致命的病发症 我们叫做红皮症 这个情况 通常发生在一些 它本身的湿疹 都长期控制得不好 很不稳定的病人 它来一次大爆发 全身有接佔了九成或以上的皮肤 都变得红了 有幻传 这些情况 其实它可以影响到血压低 影响到身体内的器官 人可以脱水 可以致命的 这些真的叫什么? 痕到死了 是 不断拗拗拗拗拗 不只是感染了很多东西 因为你全身的时候 我相信你真的 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 痕得真的很可憐 你被蚊咬也辛苦了 咬完之后你不拗拗 咬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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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们生濕疹的皮肤 我们看中医 就说你濕疹 是的 太濕是不是 太濕 在飲食方面 其实有濕疹的人 他们有什么要注意 中医提到有些东西 要避免的话 通常是一些比较毒的肉类 或者黄肉 例如牛肉、羊肉、蚵肉 另外就是一些含有酒精的食物 除了酒本身之外 有用酒煮过的食物 例如是花雕鸡 或者是红酒和牛肉 另外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 食物自民原 雞蛋、奶製品 芝士、忌廉、乳酪等等 而且是一些含有比较高的 烘焙食品 包括是用小麦、黑麦 和大麦去制成的食品 另外就会有一些生懒 或者是一些未经煮熟的食物 譬如是刺身、沙律菜 或者是冰糕等等 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即是吃酥也不止 其实你的问题 酥得很重要 你的问题应该反对 有什么是可以吃的 我问歐医生 如果我是一个濕疹的患者 我反对我当然这样问 我的心理压力很大 好像一样东西都不能吃 其实我可以吃什么呢 而且对它来说 它们的心理负担也很重 是, 没错 至于关于饮食方面 其实不同的专业 他可能也会有一些看法 我们一般的看法就是 第一, 你要留意自己的过去 究竟有没有对哪些食物 真的有过敏的历史 会否真的很重 每次吃的那样东西 之后那星期就会发生 皮肤也会发生 如果是有一个很肯定 这个时间的关系的话 那种食物最好可以避免 第二, 第二就是 如果有些食物好像是 好像不是 有时又吃了差点 有时又可以 是 那这些呢 其实你也可以做一些测试 去看看是否真的 对某种食物 有一个很强的过敏反应 如果是的话 那些也值得去避免它 但是如果他根本也留意不到 这些食物 或者他做了测试的那些 也没有一些特别的阳性 很强的阳性反应的话 一般我们就不建议 尤其是小朋友那些 就戒的话 就是什么都戒掉 因为那些也可能会影响了 他们的营养 很多濕疹患者 大家都说了 就是周而复此 痕了一阵又不痕 那样 那查完药 那查完药药药 那下其实 他们都会很痛的 因为太干 吸下去会都是痛的 那大家一定会问 测试有没有根治 对吗 对 就是怎么可以不复发呢 对了 根治这个问题 我想是很多人 或者很多家长 他都会会很关注一件事 那又不用这么担心 因为如果我们看统计数字 其实如果 一些小时候发作的那些濕疹 对你大了那时 大概有一半真的會失去 另外那一半有不少人 大大蝦的免疫系統比較成熟 就算不是跟著他們也會改善 不過要注意到了成年人 或者青少年成年人時 可能有些不同的心理壓力 考試、工作、趕期限 有時那些壓力會刺激到 這些可能穩定了濕疹又再次發作 但是很多時候有些中等至嚴重的病人 就算他多乖去護理皮膚 他很適當地用藥膏 其實他的情況都是控制得不理想的 這些中等至嚴重的病情患者 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新型的藥物 去幫助他們 因為我們對病理我們了解多了 例如我們近年很常用的 我們叫做生物製劑 這些是針劑 他很針對發炎的發炎因子 中和了 從而令到嚴重受到控制 而腹狀亦是比較少的 另外近兩年也有一種新型的口服藥物 我們叫做JAK的抑制劑 他可以在白細胞裡 發炎的訊號阻截 他的效果很快 亦很顯著 剛才Kwini跟歐醫生說了 例如濕疹患者有甚麼儘量不好吃 是的 新問一下Kwini 有甚麼食物可以幫助他們 不要吻或幫助他們濕疹 可以幫忙嗎 剛才歐醫生也有提過 如果有懷疑濕疹 因為食物是其中一個致敏原 也可以用一些測試去找到 究竟對甚麼食物真的敏感 不用麻木 因為剛才說了很多不同的食物 好像全部食物都不能吃 是 譬如舉個例子 如果真的對雞蛋敏感的話 雞蛋大家都會比較注重 它裡面的打白質 也可以用其他打白質豐富的肉類 例如雞肉或乳肉代替 不用怕, 現在有很多食物可以吃 對 不用怕 還有歐醫生說不要沖這麼熱的水 我們冬天沖冷水 好, 我們一起跟維園伯伯 下去維港游泳 好, 今天謝謝兩位嘉賓 如果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 健康或醫學上想跟我們一起關注一下 儘管去到臉書 去到健康關注組的專頁 留言給我們就行了 對, 或是發訊息給我們 53995388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拜拜 謝謝 , 再見 來這裡 , 再見 給我們 , 再見 感謝